王力宏出道二十六年 外傳身價三十億 和李敬蕾育有兩女一男事業家庭 看似兩得意 還被外界封為生活單純的優質偶像 但離婚後前妻的這段控訴 讓他維持長久的節儉形象瞬間毀滅 五千字核彈籍文章 李敬蕾指控王力宏 一開始逼他簽署 有不對等婚前協議 房子在王力宏名下 車子則在王力宏母親名下 財產轉移的很乾淨 生怕被占了任何便宜 李敬蕾一席話中似乎暗指王力宏是抠男 重點 我們剛剛說 這應該是你沒司機的時候 今年三月黑人陳建州直擊王力宏的車 外觀不滿擦痕 卻不在乎繼續開 年收入就算破上億 但節目上拖鞋後 襪子卻是殘破不堪 唯一MV中的襯衫十幾年後 他依舊繼續穿 甚至使用的行李箱 十幾年都過去了 都貼滿運條破損嚴重 王力宏還是堅持用到不能再用 哪怕是資產過億 對生活的節儉 幾乎到了苛刻地步 隨著前期李敬蕾發文 王力宏過往好形象 全被翻轉 三星期王黃新鮮 三星期一 台北報導